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俩三年前聊天记录 所以我们今天就准备了 跟他一块看这些聊天记录 真的很好笑 你们做好心理准备 然后来对比一下 如果三年前这些情况发生到现在 我们会是什么样的一个对话方法 就是三年前VS三年后 我们这个视频叫时空穿越 时光带过时光 你要跟我演出你三年前的话吗 不可能 开玩笑 我给你们看吧 我知道了 那你当正的妃子吧 朱妃 这个语境是 我要追我 我说了多遍 是他追的我 我说了多遍 我说了无数次了 你们都不相信 我当时没有追你 是他追的我 要不我给你想一个泥 我给他想一个泥成 那你为什么叫妃子呢 在这说明你要追我呀 那你为什么叫妃子呢 说明你是我中后宫的一名某个人而已 好吗 你是我后宫中的一名 你是不是有病啊 你以为自己是皇上啊 你是有那么多钱 还是你是有那么多钱 你再打阵 那这种情况我们现在来重演一遍 如果再遇到这种情况 我们要念是吗 不不 我们直接重演 就是这是三年前的嘛 咱们按照三年后的 我们俩在想咱们看看咱们给我发生的情况会怎么说 行你说吧 媳妇啊 我再给你想个泥成呗 啥泥成呗 你自己猜 我懒得想 为啥我要猜 你自己想一个 凭什么我要想 那就憨癖 那就憨癖 你才是憨癖 我给你想个泥成狗 我他妈在你家的备注不一直是狗吗 那会你对我的备注还是皇上 嗯 是啊 我开玩笑 这是我之后节的朋友啊 不 这可你 你先给我标个皇上 不 这是我错 实锤啊朋友们 实锤了 是他追的我 你滚啊 你追的我好吗 你看 你先备注我是皇上 我随便叫你一个妃子 对不对 你会不会弄啊 你那个手 闭嘴 这是我跟你说外婆做的皮蛋瘦肉粥好好吃 你说 不要秀 我说真的好好吃啊 可是 哥哥起床 你还 你还让我快起床吃饭 媳妇啊 咱们住一块之后 让你起床吃饭这个事 是不是只有我说过了 那会儿其实我还是挺关注郭浩的身体健常的 我害怕郭浩吃不上饭 关注个屁 来 这段话如果发生了 咱们现在应该怎么说 爱吃不吃 不吃不吃 你给我秀 你先给我秀 说外婆给你做了皮蛋瘦肉粥好好吃快点 外婆给我做了皮蛋瘦肉粥好好吃 好 下一个 谁要服侍 谁要服侍 谁要服侍你这个昏君 那就这样就产了吧 这个比较符合我们现在的 对 这还很符合我们现在的 但是我现在可能根本不会跟你逼逼那么多 谁要服侍你这个昏君 我也说不出这种花呀 我也说不出这种花呀 那你觉得你现在会说什么 你就是个昏头昏脑的狗黄 你觉得我傻逼 戴下脸给我腌了 这只公猪没有腌脾气比较糟 你是李连英 我是李元芳 一个是侍卫 一个是给人捧臭脚的 俩人不都是奴才吗 李元芳怎么是奴才啊 李元芳 口水又出来了 不是李元芳不是奴才啊 杨芳你口水别乱喷 一个死还不 李元芳还不算奴才 李元芳大名鼎鼎的侍卫啊 那还不是奴才 不是奴才 对于郑来说都是奴才 那你是什么郑的 来下一个 真像小学生 那某些人 岂不是连小学生都不如 我砍死你 我说你了吗 哎哎看最后一句是重点 那就回来吧 不然正晚上孤枕难眠 哎呦 你现在试试你跟我说同样的话 郑 你以前多爱我呀 你离开我 你都孤枕难眠了 滚毒这 晚上一个人睡贼行 是吗 你在旁边天天说梦话 我说啥梦话了 罗文西 我说我关你什么事 我梦谁关你什么事 我吵了我了 我吵了你的眼睛了 下一个 我错了艾飞 咱们俩那会是有妄想症 那你快修炼修炼吧 以后别逃课 看逃课实锤 它不是个好事 你们不要以它为了 看啊别怕 我早就在教室里了好吗 一点的课 好吗 那会你跟我聊天几点 你管几点呢 你有逃课倾向 你不是个好学生 你不怕跟我在一起 我一直同样没逃过课 问心自问 我基本很少逃 三年后咱们这种情况应该怎么样 以后别逃课了 关你屁事 关你啥事 老子愿意去 我还管你 我管那么多 我懒得管你 是不是啊你 我管你 你是不是 你愿意 当然是真的 你对我 我念我的 你念你的 你为什么老念我的 你写的你对你好不好 什么东西 好 没有一点点犹豫 我是不是好女票 说 别吐 说 我是不是好女票 你说 不是 没有一点点怀疑 是 你说说的是是 当时说的肯定是 你说的是是 当时是为了哄你开心 不不不不 就是他追的我 因为他早年间他一直给我一种暗示 现在是晚年了 是 你已经老了 不 不 你要干嘛 你 看啊那咱们从演下去好吗 来肉麻一点 好肉麻一点 我对你 我好不好 我对你 你对你好不好 我对你好不好 我对你好不好 肉麻一点是吧 哎呀好 哎呀好死了 哎呀好死了 你看你还打我 我说你对我好 你就打我是不是 你先动的时候 很渣你了 你先动的时候 狗屎 我那是撒娇 我没打着你 喊皮 我受不了了 我当时我居然会用这么恶心的表情吗 你当时天天亲我 天天发情情的表情 老婆早点睡 老婆没事吧 老婆吃饭没有啊 老婆我爱你 老婆我好想你 你天天发 那不是我 不不不不 你天天发 来看啊没有啦放心啦 你每天这么顶时差陪我说话 我才要好好 你当初是为了陪我才顶着时差吗 不是啊 你不是单纯的熬夜吗 那怎么谢我 让我自己想 我要娶你 我的妈呀 你这么想跟我结婚光啊 我没看出来 你会一辈子都要好啊 当然是 你看 重点在这儿 我的公主 我是皇上 那我妈是谁啊 你妈 你妈 你妈是我很敬重的女人 咱们各番各的好吧 你妈也是我妈 我是不是还有名叫白雪 白雪是条狗 你是条狗 你是猪 你是兔 你是憨巴龟 你是 重演一下吧 你是猪八戒 什么沙士帝 咱们重演一下 你是 吴靖 你是金鸟大王 那你是赢鸟大王 没弟弟 我叫你一声你得带吗 你啥意思 重演一遍 你是白鲁马 你是天超戏 还能写 快快快快快 怎么那么费劲呢 那怎么谢我呀 谢个鬼 你就不可能定着时差跟我聊天 是不是又磕CP 又熬夜 把你眼睛戳下 挖出来 猜猜猜猜猜猜 来来来 你摸你 你给我说这句话来 一辈子对我 肉麻呀 我要听这句肉麻的 耳臭 你给我重演 当然 这是我的荣幸 我的公主 滚 傻逼 讲明白 你是公主 我是皇上 讲明白 咱们这个地位 好 我跟你们这么说吧 其实我的生生父亲不是他 虽然我是公主 但实际上呢 你懂我意思吧 没事我都习惯了 身为皇上 这点思想准备都没有啊 我八成有三分之二的孩子都不是自己的 下一个 哇哈哈哈哈 我就是邪恶的大魔王 不行 你自己念你那个吧 我想嫁给王子 我不想 嫁给魔王 我是魔戒的王子 这位小姐 刚才是我的父亲在笑 这什么迷之解释 不行我想和天戒王子 给个台积下 然后你还重复一个天戒 看你那会就这么见 你就凑合凑合魔戒不行吗 我喜欢魔戒其实 我不爱天戒 我喜欢那种邪恶的人 那你当时就是单纯的杠是吗 是 杠金 你不是 你不是杠金 你这话说的 那如果换到现在这种情况 就不会有这种情况 比如说现在我跟你说 我说我不喜欢 我想嫁给王子 我不想嫁给魔王 你会说什么 那好那我当地魔王了 我把全世界的王子都给宰了 看你嫁给谁 我不嫁呀 谁会你 你的意思是不是说我们必须嫁人 你的意思是不是说我必须嫁人 我可以不结婚啊 这是我自由啊 你为什么非说我必须嫁人呢 我就问你 你刚刚的意思是不是说 女生就必须嫁人 我就问你 你说啥别 我就只能嫁给你 是不是 确实没有 你是不是这个意思 不好意思这位小姐 刚才是我的父亲在说话 不是我在说话 下一个 我给你们解释一下 这一段是我玩手机 国号不让我玩手机 然后我就反问国号 如果我一直用手机会怎么样 快说 手机给我 你是巴鲁塔呀 入溪了呀 你敢碰我就敢走 怕不怕 不怕 快滚快滚 自己读后面的 读 我就不读了吧 读了 尤其是第二句 前面那句后面那句 我都可以不读 你就读中间那句 然后 不不不不 我就拆住你 不不不不 看着我 看着我 歐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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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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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 亲爱的你这样我都板不成脸 我真的受不了了 到现在只会吐 我笑到我的头发已经 你们看我像不像疯子呀 我天 你怎么越看我越帅 我越看你越像这羊驼 就那个中芬的那个 风中里面 明明是斜流海羊驼 对对对 就是那个羊驼 讲得很像 继续 快点一会上班 下一个 真的这个 这个理由是我 一直跟他走到现在的大部分理由 真的 说实话 摸着良心水确实 我怕他离开我活不下去 你觉得我笨干嘛还跟我在一起啊 脱底你智商多不好啊 因为你笨 所以要好好照顾你 真实话啊 到现在还是这么说 那世界上还有那么多笨姑娘 你怎么答 你是最笨的了 你有病啊 你是最蠢的 你是最傻逼的 你看 说这样还跟寒皮一样 除了会说这种话 还会说什么 我还会说别的 你说 你 我 你智商有限 你智商高吗 你难道你的智商很高吗 你傻逼无极限 你二球无极限 超越极限 超越梦乡 一起飞 下一个 没见过你这么笨的确实 靠 你这么说我会开心吗 哦吼 是不是正说的算 那你也不能随便侮辱人的智商啊 三年前我说我错了 要是三年后呢 你是人吗 你 我不是人 但你是真的狗 谢谢啊 又是我狗 在我们这种喜欢下棋的人来说 狗是个包义词 不过在我眼里 他的狗的形象是哪只狗呢 是那个妈的智障那只狗 你跟那个妈的智障那只狗 长得很好 我好像 妈的智障那只狗 我发现你就是单纯的想骂我 妈的智障你是真的狗 不是 你们知道妈的智障那只狗啊 那个漫画师 有一个大人跟小孩说 看我学狗狗 哇哇哇 然后那个狗在后面说 妈的智障 你怎么 看看啥呢 过来过来 抱一抱啊 这孩子脑子不好使啊 原谅他 哎呦天哪 下一个 来吧来吧 来吧 来 狗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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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个男朋友呢 棒棒棒 勉强几个 感觉嘛 自己应该还算个好男友 但没那么好 不好在哪里啊 就是我放不开你啊 就算你要自由 我也得用线牵着 太怕狗狗 兄弟们 想不想他是条野狗 他有狗卷病 我必须牵着 不要牵着了 我当时就是这个 不不不不 你不得来 嗯 就是我放不开你啊 我是放不开你啊 就算你要自由 我也用线牵着你 太怕 太怕 太怕失去你 太怕你好出镜养人 不不不不 你就被捉走大队捉走嘛 不不不不 感觉自己应该还是个好男友 下一个 下一个 太怕失去你 太怕 几分 太怕失去你 你这么怕失去我 你现在自己给自己打个分 你给自己打个分 100分 完美女友 满分一万啊我的天 我太怕失去你了 滚 我太怕失去你了 那么你如果现在 让你给你说给自己打分 你打几分 满分多少我多少 满分-50分 这个人眼里 男人的最高分就是-50分 是不是在你眼里 没个男人是好东西 你就是这个意思 你不要 你不要解释了 你就是 我这个50分 是真的你的 别人上来都是一个亿呢 因为你太害怕失去我 我是你的软肋 我是你的软肋 郭浩 我是郭浩的软肋 那首歌打唱了 我怎么知道 关我什么事 关我什么 把你吓了 看这个 看这个 这就是缘分的哦 还能一起过生日 一起过情人节 对啊 有还能一起给孩子过生日 嗯 孩子的生日是什么 郭浩你说呀 你是不是很想跟我 有一个孩子 郭浩 你多爱我呀 你只想跟我共度余生 是不是 你想跟我结婚 你想跟我有孩子 你只想跟我共度余生 因为为什么 因为你太怕失去我 因为我是你的公主 因为郑到现在都没一个属于自己的孩子 咋的 活该 郑都开始冒绿光了 活该 人在做天在看 自作你也不可活 神经病 我这辈子做的最大的你也是跟你在一起 我做最大的你也是跟你在一起 我爱你老婆 我不爱你滚 你他妈就不能配合我一点 你把我溜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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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下水了 金海的来了 金海的 我好的超天 小路